新北市将在6月13号和6月14号接连两天 在三重大都会公园旁的观光市集南侧停车场 举办露天汽车电影院 除了有吸睛的强挡国片播放之外 周边还会有胖咖美食市集 几点抽奖换毫礼等活动 邀请民众一同吃美食看电影提振疫后经济 疫情趋缓 新北市陆续推出各式振兴措施 将于6月13号和14号两天 在三重大都会公园旁的观光市集南侧 举办青春电影业露天汽车电影院 市长侯友宜表示 除了预期能够有1500人入场观看 更在周边设置了胖咖美食市集 几点抽奖活动等等 希望能够带动疫后产业经济的复苏 大概有1500人会来欣赏我们这个汽车电影院的榜样 同时也带动周遭的消费 我们希望这个一小步也能够带动疫后经济的一大步 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 这次的地点结合了刚启用的新北大都会公园大提坡乐园 鼓励民众白天到公园玩 下午逛市集晚上享受在星空下看电影的乐趣 旁边也有我们的新北大都会的公园 所以很多的上厕所也好 以及配套的措施里面还有市集场所 都可以让民众满满的消费 我相信可以受到天后的一个影响 新北市经发局表示露天汽车电影院6月13号播放的是蓝正龙指导的国片 傻傻爱你傻傻爱我 6月14号则是华语经典神片 射雕英雄钻之东城西旧 每个场次限量100台汽车入场 即日起可以到来去新北经发局脸书专页线上报名 记者陈小淡 赵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